萨拉克球迷辱骂马内,埃及红军球迷组织发布致歉信,直播吧,9月21日训,在上轮英潮比赛中,利物浦克场2比1战胜热刺,但一些埃及球迷,对利物浦前锋马内表示不满,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辱骂马内,只得他在比赛中不把球传给萨拉克,埃及利物浦官方球迷组织在主页上发布致歉信,对马内表示感谢, 并且得辱骂塞内加尔国角的埃及球迷,每个人都有权利批评球员,但是针对球员个人的侮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过去两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通过社交媒体,对利物浦的一位明星球员发表了一些可耻的言论,这迫使塞内加尔国角删除了自己发布的内容,永远支持我们的球员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通过我们的官方协会组织询问埃及的利物浦球迷,你想对马内说什么,我们将利物浦球迷们真诚而感人的话语致成了何极?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将所有球迷的回答都发布出来,因为我们收到了数百条信息,利物浦球迷将永远支持队中的球员和明星, 我们代表埃及每一个真正的利物浦球迷,向马内传达他应得的爱和支持,埃及利物浦官方球迷组织主席游希夫对少数埃及球迷发表的恶意评论感到震惊, 他在接受利物浦回声报采访时说道,这些是非常可怕的评论,这是可耻的行为,也不能代表我们的埃及球迷, 我们和埃及的球迷协会发布了感谢玛内的帖子,并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给他发了很多信息,球迷都非常支持他,这是一次很好的接触,我们爱你萨迪奥,不要在乎那些谩骂,我们都在支持着你,你永远不会独行,是的,我们爱萨拉克,他是埃及的国王,萨拉克是我们的超级巨星,我们埃及的英雄, 但是相信我,埃及的利物浦球迷,对玛内的喜爱程度不亚于萨拉克,有些球迷甚至更喜欢他,作为官方球迷组织,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对他展现出友好的姿态,告诉他我们有多爱他,多么喜欢他,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玛内的利物浦队是什么样子, 我们希望该帖子能联系到尽可能多的球迷,我们希望玛内能看到球迷对他的感谢,我们想让他看看,他没做错什么,他可能在球场上做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择,但这就是足球,并不是只有他做出过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批评任何球员, 但是我们不会辱骂他们,一些埃及球迷的辱骂并不能代表我们,他们也不是利物浦真正的支持者,我们爱我们的球员,每时每刻都支持他们,我们希望向全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木子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背景,地球臂并不能静出面,我们必须带 уб估到的地感 我们按照